今天是旧金山这边 2020年的2月8日星期六 今天是美国这边的正月十五 鼠年 今天有传统的旧金山 中国新年大游行 有人叫花街游行 现在天上好像有直升飞机在巡逻 能听到直升飞机 它那个啪啪啪转的那个 是叫螺旋桨那个声音 这边是花园角广场 好多人已经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它的这个算是聚会吧 大约是在五点左右开始 这边的好多华人朋友 还在下乡棋或者打扑克 我从这边作为起点吧 顺着七年路往上走 这个上指的就是它聚会开始的地点 我顺着七年路一路走过去吧 这边已经警察把路封住了 不让汽车通过了 但是观众们可以在边上 在这儿等着 所以我顺着这个往前面走吧 这边好像也有红绿灯啊 那边能听到零星的鞭炮声 这条街是叫Clay街 奇里街 Clay街 Clay是黏土的意思 叫奇里街 这边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下坡 我的手机为了省电 把屏幕调得比较暗 所以我看不太清镜头里有什么东西 只能跟着感觉这样去拍摄这些景象吧 你看这边有好多观众已经 小宝宝们坐在这个包厢上 我最近呢 想着录一些美国这边庆祝 中国鼠年的视频呢 这样方便的国内的朋友们能够看到美国这边的春节的气氛 因为好多朋友这边是卖那些 什么吹肥皂泡的啊 或者小孩们戴的那种可爱的帽子什么的 还有各种闪光的棒棒啊 小孩比较喜欢的这样的玩具吧 咱们顺着这个往前走 路上呢 有警车在这边巡视啊 就是看一下道路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啊 前段时间一直在不停的买口罩 已经给国内邮过去了 现在呢 就录一些视频吧 各位朋友们 有的在家出不去啊 看看视频感受一下春节的氛围吧 这边各个种族的人都有 有的人是带着这样的追跌椅 早早的就在这儿 占据有利位置了 还有给宝宝喂饭的 这边有那种带座位的这个台子 好像是受邀请的 或者他们付费了 看这个 写个Section B B区啊 这边是属于付费的观众吧 或者所谓的贵宾吗 有期未干 这边好像没刷期 这个位置看得比较清楚吧 所以我就逆流而上 这个是切尼路 Kerny Street K-E-A-R-N-E-Y 每年或者近两年吧 都是在这条路上走 这个队伍 去年我也是在这条路上录的视频 一晃一年了 这些带着黄色爬爬的 黄色爬爬的就是 所谓的贵宾吧 坐在这里边的 这个是临时的洗手的 这么一个装置 用脚踏 脚踏之后呢 然后这个就出水 看 脚踏就可以出水 然后这个应该是摁一下之后 有肥皂液 这个是擦手的 一拽就会出一张纸 这种的啊 然后这个是临时的 这是临时的一个卫生间 流动的卫生间 看 这是擦手的 我正好趁机可以擦的手啊 去年 在这条街道上 举行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还没有这样的洗手的地方 今年增加了洗手的地方 也许是为了对抗 现在这个病毒的 这么一个情况吧 这边是 墨西哥人的烧烤摊 烧烤摊 这边路上 基本上人们都 不怎么戴口罩啊 对吧 看 这边好多警察 他在这边维护秩序 这个路呢 基本上就 已经轻了啊 就不允许车辆再通行了 这边也坐了好多观众 在这边等着 因为 这个区域呢 是游行 基本要结束的地方 所以呢 他来到这边 比方说 这个游行 大约是五点开始吧 下午 那么如果到这边呢 可能得六点了 差不多 所以我想着走到游行 开始的地方 你看这 有一些戴着口罩的 这个华人 我的想法是 我走到 尽量走到游行 开始的地方 游行最后压轴的呢 会是一条巨龙 特别大的一个龙 这个宝宝在这 晃铁马呢 这个叫铁马 那种塑料的 特别胖胖的 放水的叫水马 作为公路的 这种隔离带 或者这种安防设施吧 这个是 锁自行车的圈 我尽量的走到 化街游行 开始的这个地方 今天我很高兴 遇到了以前 一位美国这边的朋友 一位 哦 这哥们 这哥们 哇塞 Dangerous 很危险 他竟然直接站到上面 挺潇洒的 但是也违反了 安全规定吧 老美有的时候 他们喜欢跟 自己的身体极限去挑战 你看 对吧 哎呦呦 这个实际应该是 比较危险的 嘚瑟 这一家嘚瑟 这一家嘚瑟 我还借着往前走吧 因为压轴的是一条特别大的龙 我的想法是 在最后录这个龙的时候呢 我会像去年一样 跟着龙这样跑啊 感受一下 五龙的这个情节 我比较 崇拜的人是李小龙 总觉得 旧金山这边跟李小龙 是有很大的渊源的 因为他在 这边出生的 他就在这边的唐人街 东华医院出生的 这边开始卖这些快餐 比如说春卷 还有热狗 饺子 锅贴 都是中国传统的食品 大家直接取了 就可以拿走吃的 美国这边人们生活比较 我个人觉得比较寂寞吧 所以他们也是借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的 庆祝新春 庆祝农历新年的这个机会呢 他们也能嗨一把 你看老美们 很多很认真的早早就来了 这边好多警察 在这边直勤 治安还没有什么问题吧 治安应该不用担心 这边警察都穿着半袖衫 虽然现在还算是冬天 但是他们也是 你看好多穿半袖衫的 也有穿棉袄的 旧金山的去后就是这样 有穿棉袄的 有穿半袖衫的 这是个景花 白人的女警察 在给别人告诉路怎么走 想养娃娃 今年的观众比去年的要少 也许原因是 今年有所说的冠状病毒 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我来的时候 两边那个人已经满了 但是今年呢 这个人就稀稀拉拉 也行吧 不过游行的人呢 应该观众少 但是游行的队伍 应该也是一样的 去年的时候是市长 叫London Breed 伦敦布里德 那位女士 她好像是 看着像墨西哥的样子 墨西哥人 种族的样子 就是那种皮肤 有点幽黑 卷头发 黑头发那种的 她当时坐着一个敞篷车 跟大家招刷一些参议员 然后还给大家发红包 我也收到了 伦敦 不是 伦敦布里德 这位女士长的红包 里面是一个巧克力 我收到两个 然后一些警察呢 会发一些 那种警徽的贴纸 这样的 路边的一些 看 有人坐着在这吃东西呢 这个人在这 这叫 哪吒一样 这个风火轮一样 能听到天上的直升飞机在飞 但是看不到 因为这边的楼比较高 街道比较窄 这边有一位乞讨的 写着无家可归 饥饿的 我本来想录这个 无家可归的这位女士 结果另外一个白人的女的 她跟我的镜头打一个招呼 现在应该差不多开始了 我觉得应该五点了吧 所以就这么一个景象 好多人用这种折叠椅 天上还有民航的飞机在飞 好像 这边航线 对 去中国的航线可能减少了 你看这边是个拐点 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转弯 然后 继续往前走 往上走 这边是A区吗 Section A吗 这是临时的这个卫生间 接着往前走 我心里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因为旧金山今年竟然没有停 这个活动 纽约那边好多华人的庆祝活动都停了 为了避免病毒的传播 但是旧金山这边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大家都比较放松 包括口罩呢 我昨天 我竟然又买了10盒 195的口罩 10盒一个有两个 总共20个口罩 这边是 墨西哥人的烧烤摊 这边人就直接坐在路边了 C区 C区 那是A区是从 旁人街那边是A区 然后 之后是B区 这边是C区 它是逆着来的 逆向来的 人们为什么往这边走呢 我现在是往 花街游行的开始的地点走呢 我想找他开始的地方 这边的人似乎还挺多 这个小孩在找作业本好像 一个黑人警察跟一个小朋友在 机长 这边是 快餐的摊 快餐摊 这边往前走 一会儿应该是 从这边开始 人们在这卫生间 这排队呢 去年我在看花街游行的时候 身边 有一个大美女 然后我 因为是旋转着拍嘛 有的时候就拍到这位大美女了 反正有的朋友说 你这是不是在那 看美女呢 我说对呀 我说既要看 这个盛大的场面 也要 对吧 欣赏周围的美女吧 这是人的一种审美嘛 每个人都追求美啊 很正常啊 这个都没什么 接着往前走 这边是联合广场 联合广场是卖奢侈品的地方 他这个开始的地方呢 据说是在市场街和第二街的交界处 我这边是协查过去的 是从 哎 这个路是什么路 这个路是几路 第几路我不知道 我对千里路还比较熟悉 但是这条街 我看一下 这条街叫Post Street Post Post街 Post是优政 优局 优 优际的意思吧 或者海报的意思 Post街 ST是代表街道 这边联合广场 对 这边有LV 哎 LV专门店 好像就在这边 还有这个梅西百货 也在这边 你看这边好多人在这坐着 已经把位置占据好了 是吧 是联合广场吧 我觉得肯定是 对 我觉得是 我 这个方向 我很少从这边过了 我再往前走 如果我一直走的话 可能会走到最宽的市场街 和第二街的交界点 交叉路口 继续往前走 前面是 卖棉花糖的 这个是 墨西哥人的 小的这种烧烤车 这边有一些 华人的面孔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亚裔吧 有一些是韩国人 或者日本人 尤其那种单眼皮的 韩国人比较多 老外一般都是双眼皮 白人很少有 单眼皮了 接着往前走 这边人挺多 这边 明显的比 那边 比唐人街那边人多 你看好多白人 老美也在这看呢 是吧 这样的 这种聚会 今年在国内 好像应该很少 因为国内 现在有 这样的 冠状病毒 Curna virus 是吧 Curna virus 这边 还要往这边走吗 这是什么街 这是 我有点搞不明吧 从哪开始 这是武龙队的老外 老外的女孩 也是当武龙队的 或者武师队的 这么一个成员吗 难道 嗯 从这边 开始吗 我怎么有点 搞糊涂了 从哪边开始 难道是从这边 开始吗 我有点搞不太明白 这边警察在这块 巡视 这边有好多 这个老外在这边 这边好多老外在这边 像这种人员密集的场合 是比较容易传播病毒的 不过它是在户外 所以病毒的密度 可能不是太高 这边是卖内衣的 好像是 难道是从这边开始吗 是从这边开始吗 我怎么转了一大圈呢 感觉好像 从这边吗 我有点弄不明白 是从哪里开始 这个黑人哥们挺勤劳 这样的黑人不错 勤劳 这样的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 是最尊贵的 其实真的不要 说去有一些人 去偷点啊 强点啊 我觉得不好 这边是这种 摊照灯 这边是从哪块开始呀 它是从哪块开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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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哪儿开始呢 这边好像不让过了吧 好像不让过了这边 这边给封闭了 不让人们从这边过了 这边是一些华裔的管理员 管理这个秩序 这边人真的很多 因为这边是繁荣的商业区 有点像 我感觉旧金山的两岸广场 有点像北京的王府井 或者像北京的燕沙 反正人特别多 周围都是转圈的奢侈品店 所以现在有点搞不清楚 它是从哪儿开始的 它这个滑街游行 到这个地方就不让走了 到这个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 这地方就不让走了 可能有这个牌的可以过 没有牌的可能不让过 有牌的可以过 它就是买票了的好像是可以过 其他的不可以过好像是 这边的过来吗 从这边的过来吗 从那边过来啊 那这个地方 我看我怎么样才能够到那边去呢 可能过不去 那我在这个地方应该不太妥当 我应该往回走 我觉得应该是 对吧 怪不得人们往回走呢 因为这个地方人比较拥堵 所以我往这边来的时候 就感觉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 感觉好多人在往我的反方向走 这就对了 因为这个地方人太密 你没有一个好的观察角度 对吧 呃 这个地方似乎还可以 但是 已经分了好几层了 哦 这个老外在哪 瞬息手指呢 对吧 这边人有点太密了 这边很难找到一个好的位置 啊 争取找吧 争取找到一个好的位置 有的老外真惊动 真爱动 穿着半袖衫他们 这边是一个小小的上坡 啊 这边人真多 对了 所以我就 哦 这个小宝宝 拿着棉花糖 所以我就知道了 我要往回走 往回走呢 这样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这边人太拥堵了 这种场景并不多见 在旧金山这种场景真的不多见 或者在美国这种场景都不多见 除非是有一些大的 橄榄球的赛事啊什么的 也许会有这么多人 除此之外好像 不多 接着往这边来 所以你看中国 传统的春节 在美国这边 老美来 好像比参加圣诞聚会还积极呢 这么多老外在这等着 这俩女的抱在一起呢 两个老外女人抱在一起 所以我还要往那边走 这边你看这个街道都是空的 这边 所以我需要往回走 往回走 这边是拥堵的地方 所以需要往回走 往这边走吧 小宝宝 这个卷发小宝宝 这边好像 哇 这个人也有点多 所以我要找到一个交界点 就是人不是特别多 但也不是特别少 这个位置怎么样 这个位置 人也有点密 是吧 哦 这老鼠 有点吓人呀 这个老鼠 有点吓人的老鼠 这边 刚才吃了点东西 还好一些 这个老外在这跳呢 这边你看人明显的少了 这边就 比较容易能够 但是也没有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站位 美国这边的警察 并不限制身高 有的个子特别矮的 也可以当警察 不过据说 当兵的话 如果当坦克兵 那么要求个子矮一点的 他比较灵活嘛 特别高的个子 就没有办法钻进坦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像有个小祸口 这个地方 但是 这个地方 再往前走吗 还是在这等着吧 我就在这等着吧 在这边等着吧 对面是梅西百货 对面 在这地方等着吧 这边 大体就是这样 或者我再往前走一走 这个位置还可以吧 可以吧 但是不是太靠前 我还是换一个位置吧 你看美国这边 有好多体重超标的 我希望得到一个 靠前面的位置 就是不被人隔着才好呢 这样的 他们坐在这就隔着 对吧 有个隔离 这种的就不好了 所以我再往前找吧 人们也再往前推进嘛 人们再往下游走 这样的下游人比较少一点 按说应该是中间人少 它的最最后的地点是唐人街 是收尾的地方 人比较多 然后开头的人也比较多 中间这段可能会有一段 零 对吧 大片的空地啊 这样的 嗯 这是炸圆葱的这个味道 所以人们从 我又往回走了 然后 争取找到一个位置 这边人就明显的少了一些 这边 这边路就变窄了 这边 哇 这个女的手机摔了 这边路 我站在这儿是不是可以啊 站在这儿可以 就站这儿了吧 这边好像 这边好像不是那么太平 也行吧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我给我的手机充一会儿电 嗯 再见 用车电板冲